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在中国的南方地区非常有特色 它的廊宽楼顶高这样的通风 所以非常有特别 雷神圈堂开始的时候 当初的建筑是做一个 有这个凉茶铺 有滴打药酒去卖的 从30年代到后面的这个 60年代中间一直有 这个提供这个服务给这个香港的市民 20世纪60年代 雷家人丁兴旺 大宅不复应用 家族成员相继前出 2000年 雷氏家族把建筑物赠予政府做保育之用 2008年 香港特区政府将雷生春 纳入第一期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 2012年 香港净会大学将雷生春堂 活化作为中医药保健中心 既保存其文物及建筑特色 也为社区提供多元化的中医医疗服务 项目活化过程当中里面 我们考虑的主要是三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第一 能够保持建筑的原貌 你看我们才尽最大的可能 把整个的建筑 原来的砖 原来的窗户 原来的门 整个街头保留原貌 把它保留下来 第二个就是说 我们很希望能够保留它的功能 它原来的功能当中里面 它一个部分提供两场服务 一个是提供我们说的 这个低打药酒的服务 那么这两个部分 你会在一进门的时候 我们建了一个大茶壶 我们还提供两场服务 给广大的市民 同时我们也有一些低打选章 中医药的门诊服务给病人 第三个部分里面 我们很希望在这个 医疗服务的同时 能够把这个文化 传承的概念 把它宣扬出去 雷生春堂的设计中西合璧 正立面采用弧形设计 配以长方形框架 极有设计特色的栏杆 是新古典主义的象征 地下有八根花缸石柱 使游廊延伸到行人路上 形成回廊 回廊上方的游廊宽阔 下铺上居 以及建筑物顶部 刻有雷生春店名的灰素等 都是香港典型站前躺楼设计 宽阔的游廊 即使室内有充足自然光和通风 一口碑路人遮阴挡雨 设计充满人情味 现在我们在二楼的地方 其实每一楼层我们都有个展览 三楼主要介绍唐楼 去到二楼介绍一些香港的中医 一些辨证论治 一些中医的基本理论 然后去到一楼就是讲中医 香港的发展和量察室 但是我们为了配合诊所的需要 每一层楼我们都会有两间的诊证室 一间的治疗室 市民可以在这里一路体证的时候 等待的时候就在一个地方 可以一路观赏回原本雷生春建筑的特色 除保留建筑本身风格特色 静会大学中医药学院 更是保留了雷生春的原有功能 在中心地下设凉茶铺 楼上计设相关展览 也提供中医门诊服务 为医学生提供临床实践机会 雷生春这个铁达州文明海外 所以我们都在雷生春这里 提供中医骨参科的服务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临床病例 作为我们一个大学诊所 我们可以作为一个教育基地 教育我们的学生提供兴趣 和增加多一些临床操作的机会 抵挡了一世纪的沧桑 这座古建筑不仅保留了 就是香港民众的生活风貌 也记录了中医药 在港近百年的发展旅程 历经火化改造 这里依然药香弥漫 人来人往 雷生春堂这座百年堂楼 正以新的面貌 续写着最初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